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 台东地区受西南风沉降影响刮起焚风 这张气象局也针对台东发布了陈设灯号 全台最高温就出现在泰玛里乡的金轮侧站有38.8度 不过在23号开始封面通过台湾 东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民众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外头太阳炙热 而在台东地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刮起焚风 中央气象局也针对台东发布陈设灯号 全台最高温出现在泰玛里乡金轮侧站有38.8度 在封面前面温度是有比较飙高的情况 那最高温是在泰玛里金轮这边侧站有量到一个38.8 是在一点左右量到 那其实在附近的泰玛里 以及像在金峰这边 金峰乡的嘉兰村这边也都有量到比较高的温度 都在37.7 38.5这样的高温的状态下 那这样的情况最主要是受到 在封面前这个西南风是比较强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这个过山沉降之后的这个焚风的现象 带来比较有明显高温的情形 不过明天23号开始封面通过台湾 东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争雨 民众外出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今天晚上你还是会感觉比较闷热一些 那到了就是明天的清晨四五点之后 北风下来可能就会感觉比较好了 温度稍微不会那么高 但是闷热的情况还是会有这样子 那明天早上过后也是比较强见的东北风 比较正北到东北风 北北东风下来 那就会有明显不一样的感受 另外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 22日凌晨转为中度台风 目前在尔安比东南东方321公里的海面上 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而后续台风动态 民众可以随时关注中央气象局资讯 小蒋洋姐 泰马里相报道 第二号台风马娃